部長 部長 部長早 我們想自從組織改造之後 由您剛剛的報告我們會知道 我們持續要支持基礎研究 但是更要去強化研究發展的成果應用 以及兼顧產業界的需求 那麼本席認為除此之外 科技部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你要去鼓勵大家 去發現現在國家最重要的一種研究命題 所以當我們的補助計畫 我們的命題點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會去鼓勵很多的研究學者 往這方面去 所以我想我們的學術研究補助申請 我們已經慢慢的從個人研究的興趣裡面 去轉向於一個前瞻性 改變我們以前這個一個偏費 社會需求的一個困境 每年都會遇到 我認為我們的社會需求這個命題呢 科技部應該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實您看看啊 我舉一個例子像 秘魯的利馬 他是世界第二乾旱的一個排行榜 可是呢您知道嗎 利馬的人民跟他的那個農耕 並沒有因為他的缺水缺汗 而沒有任何的農作物跟蔬果 事實上他的農作物還可以外銷 您知道他們用了什麼樣的智慧 只是用了一個跟植物學習的智慧 就改善了整個國家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架設了一個叫補物網 然後他擠水 那個是因為他跟台灣一樣 是一個非常潮濕 濕度很高的國家 他大概有98%的一個濕度 台灣其實也是非常的濕 他利用水在被蒸發 霧氣在被蒸發之前 他用了一個尼融網 然後用兩根竹子 然後在各個地方去收集他的水珠 這個霧遇到尼融網 他就凝結變成水 水滴呢 集然後就會流到他的那個集水桶裡頭 他每一個晚上可以補集的水有10公升 這10公升不但能夠去灌溉 還可以使得人民的生活 飲用水等等 全部都可以解決 像這樣的一個技術呢 現在智利、尼泊爾等國都在學習 效仿效 所以我想舉這個例子是讓部長了解 其實我們很多應用型 我們現在社會發現的很多生活上的一個不便利的東西 只要鼓勵大家朝這樣的一個方向 你每個人的智慧就可以馬上被應用 所以科技部要扮演的東西裡面 有一些是急迫型的 你要點出來 這個我想再舉一個例子可以嗎 是 謝謝 沒有問題 因為不要花多少錢啊 這只是你要把這個 你的這個研究命題要去 扣合我們的社會需求 它不會只是一個國家產業發展 這麼單方面而已啊 那有關今天您的報告裡頭有很多部分 像大數據的應用 本系也要點出 我們現在都一直偏向於產業、企業、生產的發展應用 事實上在人文、社會、藝術、文化方面 它有很大的那個需求量 這個今天不跟你探討 那另外資安 資安人才的培育 我覺得政府要跟民間企業 一起來共同合作 那這件事情今天也沒有時間談 那科技跟藝術的研合發展 我們現在在中興新村推了一個實驗基地 我們的這個國研院裡面 各個中興的主任們扮演很重要的推手 這個計畫請部長一定要去支持 最近他的proposal會提出來 好 那最後我要跟您提的是 台灣高階人才的一個流失啊 這個是已經成為常態了 那個我們都認為它是一個國安層級的問題 所以我們研究了一個 我們成立的專案研究小組 其實大陸來勢洶洶的吸引我們的台灣 那我們看到它很多措施 包含它的海溪經濟區 發展福建就招攬台灣的人才 平潭綜合實驗區也是一樣 更重要的它還開放了 它的專門職業證照考試 來吸引台灣的人才 在這種情況之下 部長您知道嗎 去大陸裡頭的這些人 被吸引過去的 有百分之多少是我們高科技的 你有沒有算過 我沒有算過 你應該要去研究 光是在去年的中國人口普查資料 我們就可以看到光是上海 它就有台灣有70萬的人才 那如果大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區 也早就超過150萬 這150萬裡頭 事實上比例相當高 您會去算一下 那麼我覺得它大陸是已經成為全球資本 匯集的地方 我們的人才 往那裡被吸引過去 其實有一大部分是出自於我們 經濟的誘因 跟它個人的意識 可是政府不能只有口號 因為您剛剛都有講到 我們要去研攬人才 我們要去培育人才等等 怎麼做才會有效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們第一個來看 我們科技部要去創造一個 有利於留才的學術環境 怎麼說呢 您知道嗎 我們現在科技部裡面的研究經費 基本上都是投注在高等教育 進行的都是基礎研究 而我們來看那個高等教育 它的研究經費 來自企業的比例只有9.1% 來自企業的只有9.1% 剩下的將近九成都是科技部 或者是大學自仇經費 可是像這樣的一個經費裡頭 您剛剛講說我們要把應用型 國家發展這個東西比重移過來 怎麼移呢 怎麼移呢 那我這個地方 這個會後您再說 可是我要點出一個 我們科技部的編專裡面 中華民國科技 科學技術白皮書 有講到的指標 我覺得這指標相當重要 可是從你的指標裡面 我就懷疑科技部怎麼解決問題 第一個 我們在96年到99年 我們這個指標裡面 至少要用一所大學 居世界大學的前百 然後至少要10個優異的領域研究中心 是在亞洲第一 那麼到了100年到103年呢 我們只剩下一個什麼 至少10個研究中心領域 在2015年就是今年呢 我們要成為世界一流 好剛剛講的在鼎大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這個指標刪除了 您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我們根本達不到 還是因為這不是重點 這個部長您要給我回應 第二個 今年我們這10個研究中心 要成為世界一流 請問現在104年的3月了 做到了嗎 就光這兩個指標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好 就是只回答 前面的不需要回答 好 那個頂大的計畫目標 是我並不了解 因為它是在教育部裡面所定的 不過呢 因為我們一直把排名這個事情 放在我們主要追求的目標 它會使得很多的方向會誤導 那您講今年104年到了 我們這10個研究中心 要成為世界一流 你覺得達得到嗎 或者哪些已經達到了 然後這個指標是不是定太高 然後我們這個指標 跟我們的經費的支應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成正比 我們經費的投入 其實是沒有相對應的投入 這是整體而言 那幾個研究的中心 我相信有些其實在做得蠻好的 您可不可以會後 給我一個具體的分析好不好 因為我不想要這樣籠統 那我只是覺得 我們花了很多的研究經費 挹注 但是我們的指標不要太出招 我們如果指標沒有達成 我們來檢討為什麼 是不是我們鼓勵的方向 還是我們的優勢不在這 還是我們挹注的不夠多 好 另外一個 面對全球高階人才能力的流動 我們科技部要協助攬財 這是我們的角色 但是您在49月到52月有提到 其實我們看到我們的攬財 我們的研究人員 基本上國內的都是短期出國研究 然後我們邀請過來的 來台的 這個也都是短期 外國的科技人員來台灣大部分都是短期 短期裡面呢 這裡面還包含大部分都是在博士後研究的人才 那這個博士後人才的那個延長時間是稍微長一點 是四年為原則 可是部長您曉得嗎 這樣子如果只是短期來台灣 這些人只是短暫的停留台灣 他如何能夠協助我們台灣的科技的整體技術發展 他又如何能夠把這個來研究 然後到攬財在中間這個薄弱的關係可以被強化呢 今天我沒有聽到這個部分 我丟的都是問題 這些問題今天因為我只有8加2 我希望您會後可以把這些東西 變成一個具體的一個報告來提供給本席 好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著請孔文吉委員